天凉了,王氏集团该破产了,作为王氏集团千金的我冷哼一声,偌大的明都,哪个豪门都会破产,唯独我们王家不会,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我多相信我爹,而是我相信我那六个国色天香,沉于洛艳的姐姐。 王家是出了名的出美人,我那六个姐夫分别是济家、陆家、江家、傅家、田家、赵家的掌权人。 关键是我那六个姐夫都非常疼爱我的姐姐们,明都七大豪门,有六个跟我们家有姻亲,破产是不可能破产的。 爹,你在干什么?我爹王震东正在眯着小眼睛倒腾他保险柜里那些股票期权。 我爹眼睛本来就小,以至于我怀疑,他眯着眼到底能不能失误。 咱们家要破产了,我明飞澳大利亚的飞机,我在那提前买了一个农场,发生什么了?怎么会破产?我六个姐夫不管咱们吗? 我姐不得让他们跪搓衣板,小妹,我们跪着呢,手机里传出大姐夫低沉的声音。 我拿起手机一看,六个姐姐坐在大姐家的真皮沙发上,六个姐夫整整齐齐地跪在家常版的搓衣板上。 不怪他们,都是爹的错,爹不该招惹封家的二少封爵。 你们好好过日子,别为我这个老头子影响夫妻关系,这话是跟我那几个姐姐说的。 爹,你怎么得罪封爵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爹一个心眼小,胆子更小的人敢去招惹名都最大的豪门封家。 虽说七大豪门,但是其他六家绑在一起,也够不着封家的一个脚趾头。 爹,你跟我娘怎么不给我多生一个姐姐呢? 多生个姐姐嫁进封家? 这样我就不用过苦日子了,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放养。 你调戏封爵女人了? 你这么大的人了,人家女朋友都能当你女儿了? 我快要被这个爹给气死了,真是活爹。 那倒没有,我爹说。 我听到这放心了,只要犯的事情不大, 让我那六个姐夫去说说情问题应该不大, 我荣华富贵的生活还在就行。 我摸了她未来丈母娘的手,我爹还狡辩,我那天喝醉了, 我看着那个宝杰长得特别像你妈,我就没忍住, 这一幕刚好被封爵和她女朋友白雅看到。 我爹被封爵一脚踢飞,飞了两米才看堪停下来。 您都没有能治得住封爵的人吗? 我觉得封爵是一定有天敌的, 只要找到她的天敌,有。 封尘,我爹小眼睛里闪过一抹暗芒。 封尘是封爵的哥哥, 一年前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双眼失明。 失明之后,据说容颜被毁,性情古怪, 阴质冷血。 失明之前,是个妥妥的眼狗, 百米之内不能出现丑的女人。 每次出门封家保镖都要集体出动提前清场。 我就被清出去好几次, 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封尘, 只是听闺蜜林安安说封尘长的让人想犯罪。 我捏了捏自己粗壮的大腿, 看了看玻璃杯中映出跟浴盘一样的大脸。 我还遗传了我爹的胆小怕事, 封尘那人我是万万不敢招惹的。 我没说话,上楼收拾行李, 打算明天一早跟我爹一起去澳大利亚, 也不知道澳大利亚的羊肉山不山, 做羊肉串好不好吃。 我那个活跌走了, 坐着我大姐夫送他的私人飞机走了, 没带我。 说帮我安排了一个好归宿。 当我以女佣的身份拉着24寸行李箱 踏进封家别墅的时候, 我是有失负的心情的。 王振东,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我冲着电话那边咆哮。 乖女儿, 我也不想咱们妇女分离, 被封爵一小时之内搞破产。 我是没脸在名都带, 只有你努力, 得到封尘的欢心, 再一脚踹了他, 抱咱们王家被破产之仇。 我才会风风光光回来, 我理解我爹, 我爹是九点被封爵踢飞的, 十点我们王家宣布破产, 我理解他没面子, 但是我不理解他做封尘爱上我的这种白日梦。 只要封尘不瞎, 应该看不上我, 可封尘瞎了, 那也看不上我, 人家女孩都是一个巴掌大的小脸。 我是三个巴掌都盖不住的脸。 乌漏偏逢连夜雨, 管家告诉我, 我爹和封家签了十年的劳务合同, 钱已经打到他卡上了。 我都还没入职, 就结清未来十年的工资, 我显然不相信, 这个吗? 王先生要的价钱比较低, 只有一个要求一次性付款, 管家看着我伸出了五个手指。 五百万, 我知道我长得没有我姐姐那么好看, 我说的价钱比较保守。 管家摇摇头, 五十万, 一年五万, 一个月不到五千, 我家的佣人吴妈, 一个月还一万五千呢。 我无话可说, 我爹这是明摆着, 让我来攻略封尘的。 我正式入职的, 第一天就见到了封尘。 卧室里, 封尘坐在轮椅上, 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远的不说, 就我那六个姐夫, 都是名都出了名的封神俊朗。 我觉得见眉心目, 玉树林峰, 风流倜傥, 都不足以形容眼前的男人, 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特别像雕塑, 不像一个有生命的人, 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我一直心宽体盘, 无忧无虑活了二十五年, 人生也没有什么目标, 到了年龄, 等着老王, 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 嫁了, 我向来随遇而安。 可是看到封尘的第一眼, 我人生目标突然清晰起来了, 我要陪着他, 远远地看着也行。 好吧, 我承认我是见色起义了。 听管家说你叫王翠翠, 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 王翠翠这个名字很动听, 男人声音低纯, 好像是陈年的酒, 我还没喝, 已经醉得不像话了。 该吃早饭了, 我将托盘里的牛奶和烤好的鲜奶吐司, 还有糖心的煎蛋放在他手边, 然后退到一边尽量放缓呼吸, 看着他吃饭。 他吃完, 将杯子和盘子放回托盘, 他冲我笑笑, 说, 谢谢, 我冲他笑笑, 随后才意识到他看不到, 等我开口的时候, 男人已经重新沉浸在满屋的阳光里了。 下楼的时候我有些愤懑, 容颜被毁, 性情古怪, 阴至冷血, 到底是多冷血的人才会如此诋毁一个温文尔雅, 谦逊有礼的俊朗男人? 我想找他们去理论, 大少爷的腿, 我问厨房的刘妈? 少爷的腿没事, 就是不爱走动, 我没忍住, 笑出了声, 风尘不爱走动, 我是不信的, 他失明之前我闺蜜林安安, 每天都会给我发, 风尘带着小花旦来新月居了, 我刚刚在昧夜看到风尘搂着模特李文文了, 你知道吗? 风尘和许静开房了, 诸如此类的东西。 林安安是风尘的头号迷媚, 对风尘的事情了如指掌, 甚至知道风尘一天换几条 酷茶籽, 还知道每天酷茶籽的颜色。 风尘是爱动的, 上蹿下跳的。 少爷一开始看不见的时候, 脾气特别暴躁, 后来几个嘴碎的女佣 在背后议论少爷, 少爷就变成现在温润有加的样子,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赵妈笑着说。 我陪着笑脸, 没说话, 我觉得现在的风尘像是舞台上戴着虚假面具的演员, 她本身是不快乐的, 而我想让她快乐。 为了让风尘从轮椅上站起来, 我将别墅重新装修了一遍, 容易磕碰到的边边角角都包上了软包。 安装垂直电梯, 安装红外感应系统, 去除所有门的门槛, 让风尘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自由活动。 装修这个事除了费钱没什么坏处, 但是钱我有呀。 虽然我们家破产了, 但是我还有我姐姐我姐夫, 十二个人型提款机。 一个月之后, 风尘的别墅被我改成了乡村田园风混合法式公主风。 别墅里的用人们俨然把我当成女主人看待, 诀窍吗? 我给的钱多。 可是, 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 让风尘开心, 他脸上永远带着微笑的假面具。 我这人别的特长没有, 就是一根筋。 风尘态度越冷淡, 我浑身的热血就越滚烫。 时间很快来到风尘的弟弟风爵和白亚的婚礼。 风尘一身剪裁俐落的藏蓝色高定西装, 这是我第一次见风尘穿正装, 颇有邪魅霸道总裁的范。 我穿着二姐提前一个月在米兰给我定制的裙子, 抹胸设计, 露出胸部以上的大片肌肤, 蓬松的裙摆刚好盖住粗壮的大腿, 露出勉强算得上纤细的小腿。 我只是胖, 不是丑, 在衣服和化妆品的修饰下, 我颇有几分秀色可参, 前凸后翘。 在进入婚礼会场的时候, 不少男人对我投来打亮的目光, 风尘真的挺好的, 这句话我对着我那如花似玉的六个姐姐重复了十来遍。 我本来想说, 风尘对我挺好的, 可这句话我说不出来, 太违心了, 她对待我和对待赵妈, 吴管家一样, 不偏不倚, 一视同仁。 你什么时候离开风家? 我大姐严厉地问。 我最害怕的问题还是来了, 我有些慌乱, 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待在风尘身边的理由。 你别告诉我, 你是当用人当上瘾了, 大姐的声音里已经隐隐有怒气。 我必须马上想到一个借口, 否则我就要收拾铺盖棍回去了。 爹的意思是让我拿下风尘, 然后甩了它, 给咱家报仇, 此处我要感谢我那个活爹, 否则以我脸皮的厚度, 我是想不到这么不要脸的理由的。 我几个姐姐面面相去, 谁也没有说话, 但眼神却出奇的一致, 你在做梦。 大姐, 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除了这件, 你就同意吧。 我拽着大姐的鲜鲜玉手, 撒娇说, 大姐刚想拒绝, 心理学博士三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男人在生病的时候往往最脆弱, 小妹的想法说不定可行。 咱爹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除了胆子小, 还脾气倔, 倒不如让小妹放手一搏。 对, 趁她病, 要她命, 我装作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一定要让封臣为她弟弟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完我只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我向大姐的方向走了两步, 避开了中央空调出风口。 三个月之后, 无论如何给我从风家搬出来, 我脑海里回忆着大姐的话, 三个月就是九十天, 就是九十个睁眼闭眼。 我沉痛哀到了五秒, 为我和封臣还没开始就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爱情。 我不管封臣管我俩的关系叫什么, 反正在我这就是爱情。 我无意中从管家那里听说风尘眼睛的手术在下周三进行。 奶奶的, 我的爱情就七天了。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 我对风尘关怀备至, 恨不得吃饭前把食物给嚼碎喂到她嘴里。 我主要是怕风爵把我当北京烤鸭给骗了, 这个想法才一直没有实施。 是的, 风爵来过, 知道我是我爹的女儿, 警告过我一次, 我哥哥护着你, 我不动你, 但是我哥哥要是少一根头发。 我让你和你那几个姐姐姐夫陪葬, 我果断将风尘梳子上几根短硬的黑发, 神不知鬼不觉揣进兜里。 他最近脱发有点严重, 我打算明天给他煮黑芝麻虎。 我知道风爵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 可我还是怕。 我将我爹的胆小继承了, 甚至还发扬光大了。 一个星期下来, 我已经收集了好多风尘的头发, 像个变态。 不, 请叫我请种。 我把风尘的头发和我的头发系在一起,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 这一隆重的仪式, 让我在厕所用了两分钟完成了。 明天风尘就要做手术了, 我想再多看他两眼。 离开的时候, 故意留了二指宽的门缝。 我刚趴在门缝上, 就看到风尘背对着我漫条丝里的脱衣服。 脱衣服? 我可不是老色匹。 我用剪刀手捂住眼睛, 眼珠子一错不错地看着他脱。 他先脱了衬衣, 纳尼, 还有白色背心, 我撇了撇嘴, 都二十一世纪了, 要不要这么保守? 两个剑硕的膀子, 有什么可看的? 他开始脱裤子了, 我就不信这大夏天, 他还会穿秋裤。 黑色的平角裤包裹着男人挺翘的臀部, 平时穿衣服不显山不露水, 没想到屁股这么翘, 竟然比我二姐的屁股还翘, 这上哪说理去? 没意思, 我打算撤了, 他开始脱背心了。 宽肩, 斩腰, 我对这两个词有了重新的理解, 形象的理解。 别走呀, 转身呀, 上天似乎听到了我的祈祷, 风尘开始转身拿浴巾, 因为看不见, 他的动作很慢, 慢到我已经把他的胸肌、 腹肌、 人鱼献刻进了我的DNA里。 李安安曾经说过, 风尘的脸看了让人想犯罪, 我现在就挺想犯罪的。 如果我现在冲进去把风尘给就地正法, 不违法吧, 法律没规定女的不能强行那啥吧? 凭我的体格压制风尘, 应该难度不大。 我都准备行动了, 脑子里不合时一想起风绝的警告。 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 风绝估计会把我祖宗八倍都拉出来颠尸。 我王家也算是世家, 有祠堂, 还有王家墓园, 一个都跑不了, 我怂了。 风尘手术前一晚, 我快天亮了才睡着, 满脑子都是腹肌, 人余线。 自然错过了宋风尘进手术室。 风尘恢复势力的第一件事, 是将别墅的装修全部拆除。 施工工人暴力扯下小碎花的窗帘。 别墅的余线, 别墅的余人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风尘扯下的不是窗帘, 而是我的脸皮。 我当天离开了风家, 叫了十几辆货拉拉, 将我买的东西全部都带走, 绝对不能便宜, 风尘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酒吧, 林安安在卡座上坐着, 旁边是一个看起来很青涩的小奶狗, 小奶狗的眼神太过澄彻, 我多看了两眼, 喜欢的花, 送你它很是豪迈。 我贴着小奶狗坐下, 沙发被我坐得凹陷了好身一个窝, 惯性的作用下小奶狗不自觉往我身边滑了滑。 听到林安安的话, 以为我是他的金主, 他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喊我姐姐。 不会是指卖一不卖身吧? 我问, 卖的, 少年的耳朵红得滴血。 那跟姐姐回家吧, 我笑得淫大。 我开车带小奶狗打算回我的公寓。 我找小奶狗的事情, 应该传到三姐耳朵里了吧。 三姐老觉得我是强颜欢笑, 还忘不了封尘。 这下应该放心了吧。 你看起来不大呀, 我手搭在方向盘上, 侧眸看着拘谨的弟弟, 看起来不过十八九的样子。 不晓得, 姐姐晚上可以试试, 少年的头几乎要垂到胸口了。 我咽了咽口水, 选择沉默, 我是非常想做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尝试, 不过不是跟这个弟弟。 清城理工大学那个学校就在我小区隔壁, 我打算让他在学校门口下车。 哼的一声, 我的脑袋重重磕在前挡风玻璃扇, 被追尾了。 我摸了摸额头, 有温热的液体, 今天不把这人给额到医保卡欠费, 我就不叫王翠翠。 我下车, 走到肇事车旁边敲了敲玻璃, 心想这小子够横呀。 怎么磅上大款, 不当用人了, 风尘降下车窗挑了挑眉, 语气很欠揍。 我冷痴一声, 来, 网至亲, 我冲着小奶狗弩了弩嘴, 仰起下巴, 指了指我的侧脸。 三秒后, 两片温凉的唇瓣 就贴在我肉乎乎的侧脸上, 不是蜻蜓点水的亲, 而是夹杂着瞬息和轻轻的啃咬。 我被弟弟的一个文稿的七荤八素, 有点分不清楚南北, 甚至本能地发出一声低吟。 姐姐, 你好软, 小奶狗眼眸, 不再澄澈, 魅惑十足, 像是刚修炼成精, 勾搭女人的南湖离京。 耳边传来更剧烈的撞击声, 我回过神来, 看着整个车屁股都陷进去的爱车。 始作俑者风尘, 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眸里汹涌着滔天的怒火。 赔钱, 我憋了半天, 说出来这几个字, 一张支票从窗户里扔了下来。 这么点, 打发要饭的呢? 我捡起支票, 甚至没看上面的数额。 这次我就放过你, 我将支票收好。 这支票, 的确是打发叫花子的, 能让大半个中国的叫花子奔小康。 我拉着小奶狗的手准备离开, 不去医院的话, 把我的支票还给我, 那是给你的医药费, 封尘喊住我, 拉开副驾驶室的门, 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意图很明显。 我让小奶狗先回去, 愤然坐上副驾。 你都已经这么胖了, 再破相的话, 肯定没男人要你了。 你是我副驾上做过的最胖的女人。 你睡觉的时候会压到自己的肉吗? 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哑巴了? 她用指尖戳了戳我的胳膊, 压出一个小小的肉窝。 她似乎觉得有趣, 不停地戳我的胳膊, 像个发现新奇玩具的孩子一样。 我怀疑医生在治好封尘眼睛的时候, 不小心摘掉了她的脑子。 我像老僧入定一样, 无论她说什么, 我都不答话。 王翠翠,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 她重重垂了几下方向盘。 那是我家, 带什么人回去是我的自由, 我冷冷地看着她, 觉得这人有些莫名其妙。 伤口是皮外伤, 简单包扎就回家了, 我看都没看封尘一眼。 我对封尘的喜欢, 从她让别人扯下那小碎花窗帘的那一刻, 便戛然而止了, 或者说我喜欢的是那个瞎了眼的封尘, 那个温润的男人。 我二姐为了让我从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开始积极给我物色相亲对象。 我真的太失败了, 我应该在封尘眼瞎的时候将它给办了, 爽完再说。 咖啡厅, 你跟照片上很不一样, 对面坐的是一个俊朗的男生, 笑得很开心。 是员工对老板那种谄媚讨好的笑。 我保持着陆巴科牙的国际标准微笑,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孩子, 提问也很标准化。 我没有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的是你那眼神不像是看喜欢的人, 像是在看一座金山银山。 我低头, 在思索对策。 王翠翠, 你是不是有病? 你跟着搞批发呢? 一天相十一个, 凑够一打能有优惠吗? 对面男生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去, 找了个借口撤了。 风尘从隔壁桌捞了一把椅子, 坐到了我对面。 你是第十二个, 加上你, 就够一打了, 我瞥了他一眼冷冷说。 面对这个跋扈的风尘我很是淡定, 因为不喜欢。 那你觉得怎么样? 风尘耳尖有点红。 我没意识到他话里的深意, 自顾自说, 刚刚走的那个不太行, 我比较喜欢第一个。 第三个也是可以发展一下的。 第八个也不错, 身材挺好, 你是在找对象还是在买鸡蛋? 他一脚踢开旁边的椅子。 买鸡蛋不还得挑挑个头大的吗? 我反问。 风尘站了起来, 一百八十八的个头, 我瞬间感觉到了压迫性。 你这个月一共相亲了三十二个, 最高的一个一百八十五厘米, 他居高临下地屁腻着我。 这男人是属技术器的吧? 你要不坐下来仰着头说话我脖子疼。 我个子是最高的, 他在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抬眼看了这个一脸傲娇的男人, 重重叹了口气, 爱情是美好的, 前提是两情相悦。 我喜欢的是瞎了眼的风尘, 眼前的风尘又瞎了眼喜欢我, 造化弄人。 我微微醋眉, 他坐下来, 眯了眯眼睛, 眼神危险,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喜欢你, 我一字一顿说。 好, 很好, 我风尘这辈子第一次被一个女人拒绝, 还是最丑的一个。 看吧, 人身攻击架破, 这谁顶得住, 我是顶不住。 我喜欢的是温润有佳的谦谦君子, 我抿了口咖啡, 接着补充。 风尘踹桌子的脚一顿, 气冲冲地走了。 我接着相亲, 凭借着我姐姐姐夫的人脉, 我将明都的世家名流和青年才俊都相了一遍。 我死脑筋, 认定了瞎了眼的风尘, 这辈子也就塌了。 遇到风尘之前, 我是可以将就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当然这些男人也不是很想跟我将就, 很多的是迫于我几个姐夫的势力。 你听说了吗? 风尘喜欢一个叫白纸的女人, 林安安嚼着薯条说。 但是那女人听说前不久车祸去世了, 风尘大受打击, 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忍不住叹息。 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个风尘不是我的心上人, 和我没关系, 专心经营我的花店, 本来我是打算开个甜品店的。 我大姐捏了捏我腰上的肥肉, 直接给我盘下这个花店。 你好, 一束向日葵, 我觉得我出现了幻听。 我猛地回头, 就见男人脸上挂着浅浅的笑, 眼睛弯成浅浅的弧度。 我爱的那个风尘回来了, 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 拿下它。 我脑子里默然想起林安安的话, 风尘为了另一个女人性情大变。 我送给她一大数进口的向日葵, 没要钱, 就当是送风尘的诀别礼物。 风尘心里有其他人了, 还是一个死人。 我明明不喜欢现在的风尘, 可我的心还是莫名酸涩。 我还没查清酸涩的原因, 我那个活爹回来了。 女儿啊, 都是爹的错, 爹不应该把你送到风家的, 导致你选男人的眼光过高。 不得不说, 我爹这小眼睛看人还挺准, 是爹没有照顾好你, 你娘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看着我爹如此自责, 我有些于心不忍, 正想安慰。 我爹突然笑了, 他哭了, 他装的。 我王振东的女儿, 就是要天上的月亮, 爹也会给你摘过来的, 我不知道, 我这个破产的爹哪来这么大的底气。 明天你就能和风尘玩婚了, 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打了个哈欠上楼了, 我真的要和风尘结婚了。 我六个姐夫凑齐了一个亿的嫁妆, 外加我们王家祠堂后面的那块地皮, 还有我们王家墓园对面的那一条商业街, 换风尘娶我。 风尘没拒绝, 这么多嫁妆, 别说娶我, 就是娶头猪, 也是有大把的人愿意的。 我不嫁, 我誓死反抗。 风尘嫁妆都收了, 我爹含着泪说, 你娘临终前的愿望, 就是让你嫁个自己喜欢的人。 你嫁给风尘, 爹就算是现在死, 也能安心去见你娘了, 能要回来吗? 我问。 看了一眼, 我爹的表情, 我咬着牙说, 我嫁, 或许是看在我丰厚嫁妆的份上, 风尘对我一直温柔有加, 对那张挂着淡淡笑意的脸, 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那是风尘为了另一个女人精心打造的面具, 我看见觉得反胃。 我和婚前一样每天待在花店, 作息时间尽量避开风尘。 风尘去公司之后我起床, 她下班之前我已经收拾好躺在被窝了, 为躲塌我甚至改了我的生物中。 光阴四溅, 一过就是一个月。 我和风尘与其说是夫妻, 还不如说是室友。 一想到我那么多的嫁妆, 就换了这小别墅的一间次卧的使用权, 我就白找挠心。 可我也怪不得谁, 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不, 那个活爹替我选的。 风尘在他生日那天喝得鸣鼎大醉, 在我房间门口撒酒疯。 当风尘用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 看到门上的房廊链条的时候, 脸色瞬间黑了, 像是酒醒了。 第二天, 我在微博头条上看到风尘 和当家花旦乔雅夜宿宾馆。 我第一次主动来到风尘的办公室, 风尘端坐在落地窗前, 外面的刺眼的阳光, 像是给这个轮廓刚毅的男人 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 我们离婚吧, 我拿出我早就曹你好的离婚协议, 我向来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风尘婚后, 在外面找女人的行为, 无异于将玻璃茶籽 往我眼珠子里面摁。 我带来的嫁妆, 我得带回去, 我补充说, 全部, 好, 风尘脸上依旧挂着白纸最喜欢的笑, 我讨厌死了这种笑。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听到重物倒塌和东西乒乓落地的声音。 离了婚, 我又回到了以前无悲无喜的日子, 看店, 做蛋糕。 刚经历过一段旁人看似失败的婚姻, 我爹我姐姐们也没逼我再相亲。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没遇到风尘就好了, 我还是那个没心没肺, 每天最大的烦恼是吃什么的胖女人, 而我现在只能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 最大的烦恼是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像是真的没心没肺。 我没想到风绝又一次找到我。 我跟这个前小叔子没什么交集, 我本能地害怕这个男人。 我不应该把王家搞破产, 这话你应该跟我爹去说, 我在心里默默吐槽。 没事, 我们家不怪你, 我爹也有错, 我很是大度。 我应该把你们王家给斩草除根, 风绝一字一顿地说, 恨不得活剥了我。 哪来得这么大仇这么大怨, 我爹不就是摸了你丈母娘的小手? 况且, 你丈母娘现在是我继母, 我说什么了吗? 是的, 我那个活爹和风绝的丈母娘搞在一起了。 搞这个词不是很尊重长辈, 去了吧, 在一起了, 他这是来为他丈母娘抱不平的。 我爹虽然破产了,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静怡跟着我爸爸, 不会受委屈的我保持着谄媚的笑。 王翠翠, 我以前只觉得你憨傻, 没想到是我看走眼了, 你比很多女人都有心计, 这是在夸我的吧? 夸我聪明, 我听懂了。 谢谢, 我说。 风绝狠比仪看了我一眼, 说吧, 什么条件把你才愿意放过我哥, 他耐着性子跟我谈条件。 我俩已经离婚了, 那只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 别以为我不知道, 风绝气冲冲地说。 我说, 我不喜欢他了, 我说谎了, 温润的风尘和桀骜的风尘在我心里已经合二为一了, 我喜欢风尘。 可风尘心里已经有人了, 或者说他的心就像一个生意极好的宾馆, 人来人往。 我继承了我爹的小心眼, 我的心很小, 装不下一个喜欢别的女人的风尘, 我只能慢慢放下这份喜欢。 我爹和静怡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 我作为女儿自然是盛装出席。 我大姐在前一天晚上跟我说, 在婚礼上看上谁了尽管说, 除开封家, 我们在明东还是很有实力的。 我还真看上一个男人, 是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男人,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很像XXXL的风尘, 我的眼珠子像是黏在那男人身上, 压根一不开眼。 我大姐笑着问, 怎么看上了? 那人和你还挺有夫妻像的, 我的视线很快被高大的身影挡住, 抬眸一看, 是我前夫。 我看着眼前桀骜不驯的风尘, 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没有带着白纸喜欢的笑, 忧的是这男人太过薄情, 两个月的时间就忘记白纸那个就爱了。 从那之后, 我就没再见过风尘, 只是从林安安口中得知, 风爵又喜欢上了一个做甜品的姑娘。 风尘是小甜品重度爱好者, 以前在风家, 我没少给他做小甜品。 欺负他眼下, 看不到小蛋糕的脉象, 我做的蛋糕虽然脉象不好, 而且味道也不好。 一天我大姐指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健硕的背影对我说, 风尘最近发福了。 我没法将这个看起来像做小山的男人跟风尘联系起来, 直到风尘回头, 我听到轰隆一声, 我的世界关塌了, 此时的我想到了那座甜品的姑娘。 做人怎么能这么坏, 怕别人跟他抢男人, 宁愿毁了自己的男人。 现在的风尘白白胖胖, 我充满绝望。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原谅我的直白, 或许我眼底的嫌弃没演示好, 我感觉风尘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 周身笼罩着黑色的烟雾, 像是来自地狱的煞神。 我赶紧溜了。 我和林安安说起风尘吃胖的事情, 林安安嘖嘴, 爱情果然令人盲目。 你见过那个做甜品的姑娘吗? 我问,林安安摇摇头, 我也是从我县人那厅说的。 县人,我一货, 就每天告诉你风尘酷茶子颜色的人。 林安安点头, 关于风尘的情报, 都是我花大价钱从县人手里买的, 手机翁地震动了一声。 林安安看了一眼, 愤愤说,那县人就是个骗子, 什么白纸,甜品,姑娘都是他编的, 就是为了挣钱。 我淡淡呕了一声。 实则内心狂喜, 没有白纸, 没有甜品姑娘, 风尘心里还是空的。 那我要不住进去, 我和我二姐参加一场酒会, 二姐忙着谈合同, 就让我自己先回去, 我特意在门口等风尘。 等到了瘦下来的风尘, 我嘖嘖嘴, 怎么有人能说胖, 就胖说瘦就瘦。 什么苏苏生病了, 风尘接了个电话, 那张英俊的脸沉了下来。 我下车的时候听她说, 苏苏死的话, 我让你们全部陪葬, 奶奶的, 又刻满了。 不知道苏苏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就买了个果篮, 我还是没忍住来医院, 我想看看苏苏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苏苏不喜欢吃水果, 水果糖分大, 苏苏一定是个害怕胖的瘦美人, 别问我怎么知道, 只有那些死瘦子才天天喊什么 我要控糖减肥。 真正胖的人是向来无所畏惧的, 比如我, 你和苏苏认识多久了, 认识五年了, 风尘眼里有淡淡哀伤和疼惜。 你站着, 我踩上了医院走廊上的椅子, 将手里的果篮高高举起, 一股脑倒在风尘的头上。 红心火龙果在地上裂开, 像是凶杀案现场。 你个人渣, 我扔下一句话就气冲冲走了。 五年的时间, 一边吊着半死不活的苏苏, 一边和我表白, 跟我结婚, 还有她失明之前的各种莺莺艳艳。 我回到家的时候一直哭, 我想要的风尘心里只有我, 后来发现是双人间, 说不定还是集体宿舍上下铺。 风尘不是渣, 她只是想给每个好看的女孩子一个床位, 好看化掉。 因为我不好看,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回到高中寄宿学校的时候, 学校里全部都是女生, 这些女生齐声冲风尘喊老公, 那声音气壮山河, 响彻云霄。 我抹了魔脑门上的冷汗, 还好已经和风尘那个渣男离婚了。 珍惜睡眠, 远离渣男, 风尘的联系方式我都拉黑了。 王翠翠忧怨的声音传来, 我以为撞鬼了, 没听说我们家别墅之前死过人呀。 鬼应该和人一样要不涂财, 要不涂色, 涂色的应该找不上我。 我的财产都在我前夫那, 你去找他吧, 我声音颤抖, 智商在线, 第一时间祸水冬饮。 然后我听到了众物坠地的声音, 还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就看到风尘那张帅的惨绝人寰的脸, 在月光的映照下, 面部轮廓流畅好看。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珠是怎么进行冬眠的。 我因为心情不好, 最近都没怎么出门。 他又说, 苏苏死了, 从这四个字中, 我听出了他对苏苏的深情。 看着这么悲痛的他, 我的心也莫名跟着一致。 他自顾自地扯起我被子的一脚, 钻进去准备睡觉。 你起来, 你这样是在回我清白, 我很是气愤。 风尘阴森森地笑了笑, 你是我的老婆, 你要是还有清白, 我的脸往哪放? 你的脸这么好看, 哪都可以放? 我在心里嘀咕。 别闹, 我就想抱抱你, 他语气很是落寞和无助, 我心软了。 其实, 胖子是有好处的, 抱起来冬暖夏凉, 风尘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 一晚上死死抱住我, 我甚至能感受到腹肌的线条。 第二天, 我看到我梳妆台上的一个白纸罐子的时候, 我差点玫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脚将风尘踹下床, 指着那个惊悚的罐子说, 我想把他安葬在王家墓园, 听说你们王家墓地是明都风水最好的, 我希望他死后能快乐, 他说得轻飘飘。 不行, 我这辈子估计也是要安葬在我们家墓园的, 我不想我死了以后和情敌大眼瞪小眼。 你怎么这么小气, 想让他进我们王家墓园, 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我说出狗血电视剧中的经典台词。 苏苏还是进了我们家墓园, 我爹首肯的, 为此我整整三天没吃饭表达我的不满, 我爹看不下去了, 把饭菜端上楼。 我冷哼一声, 别开头。 你以前不是小心眼的人呀, 怎么现在, 我爹语重心长地说, 是我现在就小心眼, 就无理取闹, 就瞒不讲理行了吧, 我爹被我一通抢白, 走了, 托盘也被带走了。 风尘是下午过来的, 是我爹派来的说客。 你就这么讨厌我, 连带讨厌苏苏, 他眸子微脸, 面上看不出情绪, 可语气很失望, 落寞带着一丝丝无可奈何。 对, 我毫不犹豫回答。 那我下午把苏苏挖出来, 带走。 你吃饭, 风尘用命令的语气说。 不用, 我干不出来这种挖人木, 天打雷劈的事情, 但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 这对狗男女, 这句话我是用吼的, 将化妆盒衰落在地。 什么狗男女? 苏苏是我养的一条阿拉斯加犬, 我喜欢的是你, 我心脏猛地一缩, 像是有千万束烟花, 在我脑子里噼里啪啦炸开, 绚烂了五秒钟。 我发仿佛能闻到空气中消食的味道, 这味道让我清醒过来。 就算没有酥酥, 没有白纸, 没有甜品姑娘, 但是风尘和乔雅开房 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扯了一抹冷笑说, 我不喜欢你, 不是不喜欢, 是不敢喜欢。 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 在风尘这种花花公子, 情场高手面前, 我只有被碾压的份。 风尘没了许久, 转身离去, 不小心被脚下的东西绊倒, 他抱着骨灰罐子 亮呛了两步, 一个纸盒子被打翻, 里面的东西 乒乓乓乓落在地上。 那里面全部都是罪证, 我喜欢风尘的罪证。 有两人绑在一起的头发, 风尘的坏掉的袖扣, 风尘扔掉的千字笔。 一本上了锁的日记本, 封面上赫然四个大字, 风尘亲戚。 我肥脸一红, 恨不得立马戳瞎风尘的眼睛。 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是想着风尘是个瞎子, 看不到, 想着将这份暗恋死死锁在心里面。 风尘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眼里好似被放入了揉碎的星光, 声音蛊惑, 喜欢我, 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我也喜欢你, 你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那段灰暗的岁月。 喜欢你说趁我病, 要我命得嚣张, 喜欢你做难吃的小蛋糕。 你喜欢温润的男人, 我就半唇凉。 你喜欢风鱼男人, 我就吃胖。 我死死将日记本抱在胸前没说话, 心像是脱了江的野马疯狂跳动。 我问, 乔雅是谁, 风尘抬手将日记本从我怀里抽走, 轻笑, 吃醋。 那是我亲表姐, 我跳起来想要把日记本抢回来, 风尘单手将日记本举高, 另一只手顺势拦住我的小肥腰, 单手将我抱了起来。 距离我上次被人单手抱的时候, 还是我刚刚出生八斤八两的时候。 你放开我, 我是知道我的体重的。 我补充了一句, 别累坏了, 风尘笑了, 笑很是邪恶, 坏没坏, 不得检查一下, 拽着我的手钻进了被窝。 活了二十五年, 我终于做了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尝试。 挺好的, 建议大家多多尝试。 风尘翻外, 我是风尘, 一年前我在一场车祸中失明, 灯红酒绿的世界对我来说像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向来桀骜, 一开始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无法想象以后要生活在一片混沌与黑暗中, 用杂东西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中听到女佣嘲讽的声音, 她瞎了眼发疯的样子, 真搞笑, 另一个尖酸的声音附和, 昨天她还差一点摔在马桶里, 怎么不溺死在马桶里,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调侃我的行为。 我从音色辨认出这两个人是平常态度最恭敬, 嘴巴最甜, 工资也最高的人。 前居后宫这个词, 我深刻体会到了, 于是我选择坐在轮椅上, 也收敛了自己身上的锋芒。 瞎子脾气还大的话, 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成为笑柄。 后来别墅里来了一个女人, 光是听她的喘息声, 我就知道她体重绝对超过180, 甚至能想象出她肥肉从衣服里溢出来的样子。 我是个眼狗, 见不得丑女人, 但现在我瞎了, 看不到, 所以我大发慈悲地允许她出现在我的眼前。 虽然很嫌弃, 可我还是用温和的态度对待她, 这种事情已经成为我的本能, 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这胖女人在家里安装了红脉感应装置, 每当我快要撞上物体的时候。 软弱的女生都会想起, 不能往前走喽, 从那之后果摆脱了轮椅。 她还欺负我眼睛不好, 给我吃特别难吃的小蛋糕。 你做东西前, 自己不尝尝吗? 我问。 我特意给你做的, 她回答。 我沉默了好久, 想着她一直端着盘子, 手肯定很累, 就勉强吃完了蛋糕。 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不贪财但是好色, 甚至偷看我洗澡。 她应该挺有钱, 却偏偏选择来当女佣, 我不知道她靠近我的目的, 我是在伤害臣服多年的人, 深知人无力不起澡的本性。 我一直好奇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我要趁她病, 要她命, 让她死心塌地地爱上我, 然后一脚把她给踹开, 为她弟弟做的错事付出代价。 我一阵冷笑, 真是个爱做白日梦的姑娘。 后来我让工人拆掉蜡眼睛的装修, 我想看这女人下一步怎么报复, 是撕破脸皮, 还是继续装傻卖乖。 没想到人家, 直接走了, 我望着空荡荡的别墅, 微微愣神, 这是不待我完了。 后来她的计划得逞了, 我真的死心塌地地爱上她了。 不过我是不会让她一脚把我踹开的。 风诀翻外, 我是风诀, 标题里的那个霸道总裁, 可那是之前。 小诀, 你张仪来了, 快给人家削个苹果, 王震东笑咪咪地说。 是的。 这就是被我一脚踢飞的前王氏集团的总裁, 现在是我的岳丈。 老王真羡慕你, 有个这么有本事的姑爷, 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削苹果的手一顿, 有本事这三个词我以前很不屑, 现在我本能地害怕。 我家姑娘文秘专业毕业的, 毕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张仪重重地叹息。 王震东乐呵呵地说, 小诀身边刚好缺个贴身秘书, 之前的那个我见过, 长得腰里腰气的, 一看就不行。 张仪也附和说, 男人身边还是要放一个自己人, 这样用起来也安心。 我瞥了眼张仪身边一个大短袖, 大裤衩, 头发油得能反光的女人, 苦笑着点点头, 含泪认下了这个自己人。 我知道王震东是在报复, 但是我只能隐忍。 他这个人眼睛小, 心眼更小, 一直记着我让他们王家破产的仇。 如果我让他不痛快, 他就会给我丈母娘吹枕边风, 我丈母娘会找我媳妇, 我媳妇搓磨我。 要不然, 他就找他闺女, 让王翠翠收拾我哥, 我哥回过头来收拾我。 这个世界受伤的只有我。 我可是霸道总裁, 不是软柿子, 我把在王震东这受到的委屈, 全都发泄到他六个女婿那里, 抢地皮, 争合同, 以一己之力将那六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哼, 跟我斗。 我插着腰。 气都还没喘云呼, 我媳妇就找我说事了, 我哥的电话也打过来了, 我抖着手挂了我哥的电话, 开始哄媳妇。 你是我媳妇, 他们都是外人, 我笑得很是讨好。 白亚也笑了笑, 现在还是你媳妇, 你再跟几个姐夫过不去, 明我可能就是别人媳妇了, 得白忙活, 我把抢来的东西通通送回去, 还垫资金, 送人才, 给技术。 霸道总裁活到我这个份上, 还他妈憋屈。 王震东翻外, 我是王震东, 被破产的王氏集团的总裁。 你呀, 越老越孩子气, 一大把年纪了, 还跟小辈过不去, 我的现任妻子 指着我的鼻子哭笑不得。 王氏集团 可是我们王家 好几倍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基业, 毁在了风诀那个兔崽子手里, 我才不会轻易放过他, 我眯着小眼睛, 气氛不平。 你还好意思说, 就算小绝不动手, 你们王家还能撑几个月, 我弱弱地比了两根手指, 小声说, 不超过两个月, 我们王家以前 也是明都的名流, 甚至算得上是顶流, 可从我爷爷那一辈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从我爹手里 接过王氏集团 这个看似风光, 实际腐朽的烂摊子。 我胆子小, 大宗的生意不敢做, 怕把家底给赔进去, 小生意又看不进眼里。 别的家族 在掌权人的带领下, 日新月异。 而我每个月 还要靠嫁出去的闺女 贴补娘家, 才能支撑起王氏集团的正常运营。 我原本计划过两年 给翠翠昭一个上门女婿, 把烂摊子交给那倒霉女婿, 先把自己给摘出来再说。 毕竟要是王氏集团 真的败在我手里, 我是没脸面对列祖列宗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王氏集团被风绝 给整破产了。 我大喜过望, 有六个孝顺的女儿女婿, 我的晚年幸福生活 提前开始了。 澳大利亚那边的农场 是我好几年前买的, 一直没机会去。 当一个农场主是 我的人生理想。 好了不说了, 私人飞机准备好了, 我带我媳妇 直飞澳大利亚, 先放风绝那小子一马。 楼上了。